南丹冠军诞生 北京时间8月21日晚 乒乓球欧锦赛最后一战 南丹决赛落下帷幕 德国华裔直拍名将邱党与斯波文尼亚 横拍星星达科展开巅峰对决 结果邱党在大比分0比1 落后的情况下连班四局大逆转 而且最后还轰出了11-2的悬殊分差 完全吊打了对手 真是气势如虹 值得一提的是 邱党的父亲邱建兴 是日本队张本志和等人的恩师 如今儿子成为了欧洲冠军 由此可见 他指导别人的确有两把刷子 父子二人均已成为中国队的强敌 不可不防 邱党出生于1996年 达科出生于1998年 二人都是欧洲男平年轻运动员中的佼佼者 而且今年都有达到世界前十的排名 就在几个月前 达科刚战胜莫雷高德等人 夺得欧洲杯南丹金牌 而邱党在本次欧警赛上 联赢两位世界冠军波尔 法尔克 气势毫不逊色 如前所说 邱党的父亲邱建兴 是一位水平很高的教练 带国张本志和 水谷笋 丹宇孝希 十川家纯 这无疑对儿子的成长有所帮助 这种成长环境 显然是达科比不了的 决赛开始后 邱党率先发动 利用自己前三板 快速上手的优势 取得领先 但随后 又被达科步步紧逼 追到了7比7 在力量上不是对手 而且作为直派运动员 他的正手稳定性存在很大不足 结果被对方12比10逆转拿下首局 输得有些可惜 第二局 双方好似换了剧本 达科开局一路领先 被邱党追到了9比9平 结果这次是后者 14比12扳回一城 紧接着 邱党又在第三局 11比8制胜 大比分2比1实现逆转 达科情况不妙 第四局双方再次陷入畏战 结果邱党依旧在关键分的时候 取得胜利 随即以11比9拿下 大比分3比1领先 将达科逼入绝境 第五局邱党气势如虹 一上来就取得了8比1的领先优势 最终 11比2锁定胜利 联班四局 逆转对手 夺得冠军 的确厉害 目前看 来邱党的直拍打法 虽然还有一些问题 但他本人已经能比较娴熟 但将自己的技战术组装完善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 外协会的顶尖高手 莫菲取新的接班人在欧洲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 他今后的表现再说吧 感谢收看